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鸿章与伦传招商局的创办 李鸿章与伦传招商局的创办 这个伦传招商局是洋务派 从军事工业转向民运工业的 第一个官都商办的企业 那么这个伦传招商局 所以它不像像什么苏州洋炮局 什么江南制造局等等 是由李鸿章直接创办 那么但是李鸿章对于这个伦传招商局的创办 那么很明显有着重大的影响 你比如讲 他对于伦传招商局的创办 他的具有一种维护保护的这么一种作用 那么对于伦传招商局 他的主管人员的人选 对于伦传招商局 他的运作的模式 那么李鸿章也发布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同时这个伦传招商局的创办 也表现出了非常浓重的 或者非常典型的一种官商 结合的这么一种色彩 那么下面我想就这个李鸿章 和伦传招商局创办之间的关系 那么谈谈我的看法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准备翻几个问题讲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李鸿章创办伦传招商局 是坚毅果决 李鸿章在创办伦传招商局的时候 他的态度是非常的坚决的 办事非常的果决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中国近代以前 那么中国是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封建国家 那么他在这种重农易伤的思想影响之下 那么创办近代的这种民族工业 他必然会遭到很多困难 什么困难呢 你比我讲 会遭到一些地方上的一些豪身 或者说一些恶霸 这些土棍 这些地痞的这种阻挠和破坏 那么他还会遇到创办资金的困难 那么还会遇到封建社会内部的 这些封建顽固派的这种反对 那么特别是在当时中国已经沦为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情况之下 创办民族资本 还会受到外国资本的这种排挤倾压 那么因此 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中国要想创办民族的资本主义产业 资本主义企业 那么就需要官府出面 给予必要的一种保护和支持 这是当时中国这种国情决定的 那么如果就商人 这个牟利的本质 或者说从工商业发展的 这种规律角度来考虑 是吧 这个商人当然迫切希望摆脱官府的这种控制 是吧 不希望官府来介入 不希望官府对于自己发展工商业 这种束缚 是吧 那么当时中国的特殊的历史条件 又决定了中国的商人在 创办企业之初 是吧 更倾向于接受官府的保护 那么这当时中国的特殊情况表现出来的 那么因此在中国的工商企业 创办初期就表现出了和西方不同的 一种官商结合的一种色彩 就是中国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 中国的企业创办之初 要采取官商结合的这种办法 那么轮船招商级的创办和发展 明显的表现出了 中国的风景官府 在这个民族企业创办过程当中的一个特殊作用 那么这个当时中国近代啊 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叫做郑观英 我们一般把他称的叫做早期的一个改良思想家 那么郑观英最初呢 是极力反对官府介入 这个工商企业创办的 那么但是到了后来 郑观英参与了一些洋务企业的一些创办 郑观英的态度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郑观英的态度 为什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会发生重大的改变 主要是因为他已经切切实实感受到了 在当时 中国呢是风气未开 击中难返 他看到中国呀 存在这么一种状况 叫做呢 风气未开 几种难返 那么在中国社会内部 或者说封建统治基金内部 这种顽固势力 十分强大的情况之下 他看到如果没有官方的 官方的这种倡导 没有官方的这种支持和保护 近代企业很难诞生 更难于生存和发展 郑观英看到了这一点 那么郑观英曾经讲 他说呢 创办企业的时候 如果呢是全市官方 则巨费难筹 说创办企业 如果完全都是官方来办的话 完全官办 那么这个官府是很难筹集这么大的 一个款项的 筹集巨款的 全市官方 则巨费难筹 说但是呢 如果奸及商资 则重情一举 如果说是采取官商和办的办法 官和商结合起来 是吧 奸及这个商资 则重情一举 那么众人食材火焰高 是吧 人多力量大 那么这样做就比较好了 他说呢 如果呢权归商办 官方不介入 如果权归商办 则土棍获制阻扰 完全都是由商人来办 那么就会遇到一些地方上的 一些邪恶势力的一些阻扰或者破坏 那么因此郑观英讲 只有采取官都商办的形式 才能够使官府和商人各有责承 官府和商人各有责承 那么郑观英为当时的投资商人 和清政府和官方 是吧 他们各自的责任 各自的权利 各自的义务是什么 郑观英提出了他的一个设想 郑观英讲 说投资商人 是招股以兴功 不得有心引漏 说投资商人 是吧 你要奉公守法 是吧 不能够弄虚作假 不能够进行隐瞒 对吧 而官方 而官府呢 则必须呢 稽查以征税 是吧 你要向商人征税 亦不得分外诸求 就是你官方 你要进行稽查 要进行征税 也可以 是必要的 但是呢 你必须也要奉公守法 是吧 不能够借机呢 趁机勒索 要照章办事 那么郑观英讲 说只有这样 上下相为 上下之间互相的呢 进行监督 互相的进行维护 这样才能够呢 两臂拒趋 官和商的这种弊端 才能够被去掉 那么郑观英的这个思想 充分的反映出了什么呢 反映出了 从商人的角度 他们并不希望官府介入 是吧 那么但是现实社会当中 他们遇到了种种困难 他们又不得不借助于官方的 这种保护和知识 表现出了他们 这是当时商人的 这么一种矛盾的心理 或者是一种非常尴尬的一种现象 是吧 一方面不希望官府介入 但是不介入的话 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是吧 又不得不依注于 依靠于这个官府 表现出了他这么一种 非常尴尬的地位 那么洋务运的当中 很多洋务企业的创办 都和直立总督 李鸿章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伦传招商局的这种创办 当然有他的这种历史的一种必然 是吧 那么但是李鸿章 在这个伦传招商局的创办过程当中 他的作用 所起的作用 也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为什么说李鸿章 是吧 在伦传招商局的创办过程当中 具有很大的作用 那么我想大概是这样 那么一个是李鸿章 对于伦传招商局的创办 有一个提倡的这么一个作用 就是提倡要创办伦传招商局 有个这个提倡创办职工 那么关于李鸿章 这个提倡创创办的这个职工 这个功劳 我们下面可以结合一些历史事实 来进行一些理解 那么这个李鸿章创办伦传招商局 最初是由于清政府的这个运输草运的需要 我们都知道清政府这个很多草粮 从南方是要通过一些沙船 经过运河运到北方来 那么在这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 是吧 传统的这个沙船运输业日渐凋零 发展的很不景气 那么这个运河呢 经常进行这个堵塞 淤浅 那么这样清政府的这个草运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 那么为了解决清政府的草粮运输困难 那么英国人赫德提出来 要雇用洋船利用外国的船只 来帮着清政府来运草 那么对于这一点 当时清政府没有认可 当时清政府是担心的 如果利用洋船来寄运的话 就会使洋人把持中国的草运 那么清政府没有认可 那么曾国藩也认为 如果采用洋人 利用洋人来帮助清政府运草粮 就会造成那种宣宾夺主的这么一种局面 是吧 中国就失去一些利权 那么因此当时清政府否定了 利用洋人帮助清政府运出草粮的这么一种主张 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 清政府内部有很多人提出来 要自己组办华资商人来筹建轮船公司 那么像荣洪啊 像那个沙船商人赵立宏啊 赵立成啊 那么都提出来 要兴办华商的轮船公司 由中国人办轮船公司 去帮助清政府去运出草粮 那么当时这个清政府内部 是吧 这个洋务派和顽固派 还在一个分化过程当中 是吧 那么在是不是办华商的轮船招商局的时候 是吧 没有出现这种非常严重的分歧 那么但是呢 他们之间的这个分歧还是有的 那么当时有些人 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清版这个华资的轮船招商局呢 是有很多这种疑虑的 或者有很多担忧的 那么像这个思想比较顽固的人 我们在这不去讲 就是当时思想还是属于比较开明的 像曾国藩 他对于用这个轮船 帮助清政府运输草粮 对这个事情 他感到非常的担忧 那么曾国藩之所以对于采用 采用这个新式的轮船 运输草粮表示担忧 主要是担心什么呢 主要是担心 如果采用轮船来运输草粮 会使清政府原来所依靠的 这种沙船运输草粮 是吧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很多沙船运输业的船主 会破产 是吧 很多沙船运输业当中的船工 会失业 这样会对清政府的这种社会安定 造成很大的威胁 因此当时呢 曾国藩呢 也不主张采取这个华商 新办轮船公司来帮助清政府 运输草粮 那么曾国藩还是希望继续使用 沙船来运输草粮 那么这是当时出现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意见 那么但是历史在不断的发展 这个事情 这个越来表现的越加急迫 就是怎么样解决清政府运输草粮的问题 那么这样 到了这个1872年 清政府的总理衙门 就为是不是需要设立一个轮船招商局 是不是需要采用轮船 帮助清政府运输草粮 对这个事情 他就征询 这个全国各个省的总督和巡抚的意见 让他们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那么在这个期间 原来受曾国藩之命 去讨论是不是需要设置轮船招商局的时候 有一个道员 叫做吴大廷 给李鸿章上了一个奏折 那么这个吴大廷 在这个给李鸿章的 不是 吴大成在给李鸿章的 上了一个丙贴当中 他的讲 说设立招商局来招商 用这个轮船运输草粮 说这个做法是很好的 说这样做可以呢 见推见广 由富而强 认为这个呢 是当务之急 那么但是吴大廷 在给李鸿章的这个丙贴当中 又讲 说采用轮船运输草粮 有五大困难 哪五大困难 一个是招商困难 招商入伍困难 那么第二个呢 是社府困难 就是你要建立一个码头 建立一些这个 这个轮船运输一个码头 这个困难 轮船的保险困难 拦载困难 用人困难 提出了五种困难 五难 那么面对的清政府内部 有些人 对于新办 轮船局的这个做法 提出来的一些不同的意见 一些非难 李鸿章这个人 办事是非常果决 非常有魄力 那么李鸿章就向总理衙门 是吧 成递了五大城的这个禀文 而且把自己对于怎么样解决这个五个困难 把自己解决办法 那么同时也上乘给这个总理衙门 那么这样呢 这清政府对于李鸿章这个所上的那个奏折 就表示了认可 就命令李鸿章 由李鸿章去选择一些留心实物的人 是吧 热心于搞这种 轮船这个这个招商局的人 是吧 命令他选的这样一些人 要妥卑章程设局招来 就用李鸿章选一些人 是吧 来组建轮船招商局 来制定轮船招商局的一些章程 那么这样 到了这个七十年代 清政府创办轮船招商局的这个事情 就已经出见眉目了 那么或者说提到了意识日程上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清政府是吧 创办轮船招商局 这个做法 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么有些思想顽固的人 我们不去讲 即便是曾经是李鸿章的部下 当时担任两江总督的张树生 当时也是一律重重 他又有很多担忧 那么为这件事情 李鸿章就给张树生写信 因为张树生在两江地区 两江总督 他是负责曹梁解运当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员 那么李鸿章就写信给张树生 那么李鸿章在给张树生的信当中 既有批评又有开导 那么李鸿章怎么讲呢 李鸿章首先是以带有一点责备的口气讲 说我呀 毕人 与阁下从事近二十年 说我们之间是吧 一起共事 差不多有二十年了 说几件毕人 毅然必行之事 毫无把握 又几件毅然必行之事 足以服役者乎 李鸿章讲的什么意思 他说 我和张树生 我们一起共事二十多年 二十几年 说你什么时候见到过 我毅然要行的是 我一定要实行的这个事情 没有把握 李鸿章说我很自信 凡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是有把握的 是吧 又几件毅然必行之事 足以服役者乎 说凡是我要做的 我是不会去理会其他人 怎么去议论 我要做 我一定要把它做到底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李鸿章 就此表明了自己 要新办轮船招商局的 他的一种毅力和能力 他说我既然既有这种毅力 又有这种能力 接着李鸿章讲 讲的什么呢 就是讲到他自己对于朝廷的这种责任感 对于国家的这种责任感 他说 说我现在要办理这个华商的轮船招商局 为目前海运上小 说我要创办轮船招商局 为了解决清政府这个运出草粮这个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小的目标 这不是我的一个远达目标 是吧 为目前海运上小 他说实际上呢 我办这个轮船招商局呢 是为中国 数千百年国体 商情 裁员 兵士 开拓地 开拓地部 我创办轮船招商局 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清政府运出草粮的问题 是什么呢 是为了中国以前几千年以后 国体 就是国家的政体 对外要竞争 商情 有利于发展 共商业 是吧 裁员 为中国呢 开辟更多的这种财政来源 兵士 是吧 进行国防建设 是为这个开拓地步 是说 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 有他一个远大的目标 那么尤其可贵的是 李鸿章在这个时候 以一种非常坚决的